陆总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们陶人文学网未来的发展 那还得靠您多多支持啊 多多关爱 当然了 谢谢陆总 你懂什么呀 这是我自创的角色代入 这么写下去才会更加的真实 更有认同感啊 小怪兽 这个作者写作能力如何 小怪兽 他挺有天赋 情节 创意 故事节奏 把握得非常好 而且文笔也不错 女性向作品未来的开发前景 是很好的 尤其是后续衍生的影视剧 会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我在想 能不能让他尝试一些 言情类的题材呢 社里最近倒是策划了几个新项目 只是他没有这种类型的经验 对这个细腻的情感线的把握吧 那还是差点火候 你可以建议他多从身边的人 找找灵感 比如我 我 想啊 这样对他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明白 陆总招数 真是老头 那个 能和陆总合作是我们的骄傲 骄傲 骄傲 我投资的事情 你一定要保密 一定 一定 那个 两位慢走 慢走 好 陆总 你这是要当苏小姐一轻小说的创作顾问呢 所以 你觉得我不够格是吧 不不不 够够够 陆总 您的套路 绝对是 特别特别深的 哎 陆总 哎 沈瑞春 你怎么在这儿 哎 嫂子 这么巧啊 哎呀 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 哎 那边 是 你喜欢啊 灵魂 你不能再来 你不认为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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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一个人 好 我还不认为有一个人 帮助我 我为了 我为了 专门准备上好的雪菊 快坐快坐 快尝尝 谢谢社长 脱稿的事情 真的是很抱歉 我的小叔 简安哪 那之前是社长 有眼不识太深 这不昨天晚上 我仔细地拜读了一下 你的小叔 我的天哪 那真的是 才高八斗 出类麻醉 太厉害了 没有了 社长 确实没有你说的这么好 不过你喜欢就行 那我能不喜欢吗 你 不过 现在呢 这个大环境 不是很景气 你呀 要勇于尝试各种风格和题材 我看好你 我要重点培养你 你看 这是咱们公司 最近策划的几个新项目 来 你先挑一个策划 来 挑点 不行啊 社长 这些题材我没有写过 哎呀 你放心吧 你有这个潜力啊 之前你写那个 第一部 第三章 第九行的后半传 对女性内衣的描写 那是相当的透彻啊 嗯 就这种类型对你来说 那就是小菜一碟啊 那个是 钱老师 那只要你这个项目 你写好了 进入咱们公司女性 把钱十 那公司以后 会考虑给你出版实礼书 出版 嗯 真的吗 嗯 那社长能骗你吗 哈哈 不过啊 你也不要太大压力 那你说这年头 谁没几个朋友 哈哈哈哈 多从身边找灵感 啊 哈哈 快挑一个 嗯 快挑一个 嗯 那我 哎呀真有眼光啊 啊 挑的好 挑的妙 拿着吧 哈哈 这个开场嘛 要记得 一定得吸睛 所以我们决定 这个第一场就是 嗯